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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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年的艺人 李宗盛 很多艺人会找大陆经纪人来帮忙打天下 除了有在地优势 有人脉 他们还知道要配合哪些潜规则 继续带你来关心 穿着一身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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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散乱的头发和憔悴的神情让人看了好心疼 你们所有的要公租大众的影片都是光鲜亮亮亮 为什么唯独周子瑜这个片子是灰灰暗暗 叫他一定要穿黑衣服 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 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而且还拿着稿这样念 怕他念错 这完全都是经纪公司的操盘 一个才16岁的小女生 面对镜头无奈道歉 就连在演艺圈打滚数十年的资深经纪人孙德荣 都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 他应该是知会家长而已 为什么 合约一定有写 公司安排所有的活动你都要参加 那他如果不照念就违约 他父母能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是经纪公司的问题 完全是经纪公司的问题 希望等一下的舞台好好的期待 然后会好好的表现 希望多多支持太史 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成为众矢之地的韩国经纪公司 为了进军中国市场 选用台湾女孩周子瑜 却在敏感的两岸政治议题上 碰得一鼻子灰 其实政治这一块 早就被许多艺人视为大地雷 审怕一不小心就踩到 尽量不要提到政治的话题 就是不要扯到说 政局怎么样 这边怎么样 然后尽量不要提到中华民国 你就讲台湾 就讲大陆 OK 中国都可以 然后最大的忌讳就是 千万不要讲马英九总统 因为在大陆他们是马英九先生 没有马英九总统这一回事 他们就很担心你上台之前 你要开路之前 他们本地的人就很担心 你不要讲一些什么政治问题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是满脑子借着这个 就是想要表达一些我们的言论 或什么的 其实不需要制作单位紧迫盯人 因为台湾艺人 早有许多前居之箭 误触政治地雷而惨遭封杀 三台 退回不报 退回不报 2014年3月 太阳花学运席卷全台 许多艺人也在脸书发表看法 起来 我要你看得见 再大的风雨 要有预备 起来 或许你见得泪 记得我在梦里之前 五月天在脸书 偷起来这首歌的MV 被解读为反胡贸之歌 引发中国粉丝不满 团员们压力大到 在纽约开唱时当场入泪 有人说 我们想要讨好所有的人 身为爱音乐的我们 那不就是因为 那不就是我们该做的吗 歌手卢广仲投出 静坐照片力挺 还有林佑佳也在FB发文 要大家都不该对 公众事务冷漠 没想到引发两岸网友论战 都被扣上台独的大帽子 大家可以去关心 就是生活中的大小事 然后关心你的生活这样子 其实我的初衷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样 很多的台湾的艺人 你在一些反什么什么 反什么什么的行动里面 你只要一露脸 一曝光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被对岸贴上标签 那甚至张慧妹你看 那么多年前唱了国歌就被禁言 然后后来她再也不敢去唱别歌了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 演艺人员非常在乎大陆市场 因为大陆市场真的很大 所以得罪不起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的蜜奶昂昂 你的心 我的心 滴滴吹是会 大陆市场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让港台艺人浅不后继 说穿了三倍上涨的酬劳 纵使最大有因 我在台湾拿五万 可是我在大陆也拿五万 只是我在这个大陆拿的是五万的人民币 等于是五倍 好 大家好 开心的啊 对不对 对 然后每一次来 我们就是觉得一次开心的旅程 我才开心啊 怎么说 因为我有歌名把我在上快乐的 所有的那个影像 全部剪成最好笑的一集 最好笑的一集是你自己评的还是 我自己评的 资金多 市场大 大陆综艺节目蓬勃发展 说真的因为我们跑影剧新闻这么多年 我那时候去上湖南卫视的节目 一踏进去 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 因为我看到人家说真的 那么庞大的这样子的摄影棚 然后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然后现场起进来的这个观众 就有好几百年 那个摄影棚之大 设备之好 当然我不是说台湾怎么样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这样 在送一天 未有何发展 日本同性话 北红皇军提供兵营相 北红兵国国描寒兵命 在送一天不甘定点 除了综艺节目 许多演员刚开始到大陆拍戏 也都会被片场的高规格给震撼到 他们有很多很大的片场 然后甚至是1比1的场景 是目前我们台湾没有的 那他们对服装的讲究 头套有三顶 然后加你的替身是六顶 然后你的衣服每一件有三套 加你的替身 然后现场有裁缝的师傅 马上帮你改 光五则天那部戏 我自己算过 五则天最少就有240套戏 你说我们比什么 你说演员是不是在那边拍戏比较开心 这样的大场面拍起戏来多有成就感 因为制作成本高 剧组工作人员也很多 不管是服装分光还是承设美工 分工合作有条不问 艺人拍起戏来感觉更专业 在内地拍戏它是给你三个月就三个月 它不会拖也不会快也不会慢 不会像台湾无限制 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可以安排假期 因为在内地工作的话 他们大概可以一次抓住一个月 你的拍摄时间一个月 所以中间该轮球什么 大家心里已经大家都明了 可以订好机票等待休假 然后回来休息 这比较好 工作有效率又有成就感 艺人当然乐于西境 而不只台湾艺人喜欢去大陆拍戏 当地的导演也可看重台湾演员的专业 因为台湾的演员第一 只有找到不会迟到 然后不管你是不是配音播出 因为在内地所有的戏剧几乎都是配音 不管你是不是配音播出台湾演员你把脚本全部都消化完去念 绝对不会有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 然后进去让你配音的情形 绝对没有 不过要吸进大陆寻找新天地 可是一点也不轻松 首先要克服两岸文化上的差异 刚开始很多艺人到那边是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大家笑 这人好牛逼喔 什么是牛逼啊 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反正我们台湾很多的像我们的五四三 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两边其实有很多的文化的差异 包括编导演都要重新做一个磨合 比如说我打 讲最简单的日常生活 我打车 那我们都叫司机对不对 或者大哥 但他们一定就要说师傅喔 等等之类的 因为其实有些用语 你要用他们的用语 可能他们才会听得懂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在大陆跟在台湾 你就必须要那种切换一下 就说这个中国的航天员 跟美国的航天员吧 一起到就是到外太空去了 然后结果美国航天员特别高兴地 看着地球 跟中国的航空员说 你看你看你看 那是你们中国的长城耶 特别清楚 中国航空员就要一看 照着它一眼 什么长城 那是堵车啊 入境随俗 台湾艺人学着讲自证枪员的普通话 也学着看简体字的剧本 不过有一些在台湾上节目养成的习惯 一时间赶不过来 如果不小心在那个休息的当中 你开了黄枪就会被警告 因为他觉得说真的不适合 毕竟大陆在很多的这个方面 还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他不希望你过度的开放 然后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 那反观在台湾的话 你不要讲在节目上都开黄枪了 何况还在休息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被打落水了 我们台湾的一直跟我洗脑 讲话的尺度要拿捏好 穿衣服的尺度也不像在台湾那么宽松 他们就说你不能穿得太过裸露或什么 就裙子不能太短 然后不能就是那种布料多一点这样子 我还曾经遇过 因为是运动节目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很健康 就可能穿那种运动型的那种衣服 然后就比较清凉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要跑步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舒服 然后他们就说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露太多了 所以要你再穿一个小外套还是什么的 他们还是有尺度上面的那个限制 虽然大陆影视节目百花齐放 但大陆官方对电视节目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控管 广电总局规定 节目内容不能过度娱乐化 有时也会控制台湾艺人上节目的数量 因为大陆它毕竟是一个党的政策 所以它非常保护他们的所谓的演艺生态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 文化媒体这一块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所以他们在这一块的拿捏分寸跟掌控的 非常的严格 那包括你看有时候三不五时会下一个限于令 说最近台湾只能有几个配额 只能怎么样 大陆是不能有台湾的主持人 为了进军大陆市场 艺人们得奏足功课 像是大陆最火红的社群网站 不是Facebook而是微博 动辄上千万的粉丝人数 就是艺人的人气指数 天王周杰伦选择在微博上公布恋情 婚礼怀孕后也大方po出大度照 让粉丝分享幸福 在大陆人气飙高的吴奇隆和刘诗诗结婚 反正我们都是蛮公开的 对 有什么大家也都会知道 还有仔仔周渝鸣 这张带着婚戒的照片 同样都是在微博招告天下 这些大明星都把微博 当成演艺事业的一部分认真经营 但如何在网路上和粉丝互动 可是一大学问 因为网友的回应时常很直接 毫无保留 大陆网友这些水军们 比台湾强大更多倍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一些乡民们 已经够堵了 但中国大陆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他们是完全不保留 譬如说我今天我是一个歌手 我发了一首歌 那我们台湾的可能就会说 我觉得还好 跟上张专辑比你什么特色或什么的 中国大陆的乡民他们就说 南天死了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听第二次 你休想让我再听第二次 这么直白的批评 艺人的心脏可得大磕一点才能承受 而在网路上发表任何言论 任何一张照片也都要格外小心谨慎 才不会被抓到把柄 聪明的艺人把微博FB当宣传工具 笨的人才在那边抒发自己的情绪 我说你小时候日记都要上锁怕别人看 你现在为什么心思要给大家公开 还要别人跟你按个赞 有电脑之后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你任何发言任何图片都要很小心 为什么因为永远存在 你以为你删掉了 已经散发出去了 哪一天人家就丢回来给你 艺人拍照打卡闯下大祸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李倩蓉 参观阿帕契直升机的贵妇团 占据媒体版面好一阵子 还有苏达绿的清风 拍下团员加凯搭飞机时 翘角的画面引发网友批评 没有功德心 大陆那些网友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 而且他们是会很厉害 他们只有借那种资料库 比如说你这个事件发生了 他会把你例年的那种资料 全部再拿出来讲一遍 这两年把演艺众星移往大陆 对当地影视圈的生态 多少有点心得 但DJ圆圆没有经纪人打理 靠自己单打独斗 也常常遇到来忽悠的骗子 上面自己写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叫圆圆 我就打个什么某某电影制片人远园 什么的这样 但事实上他其实是空的 对 大陆有很多种忽悠的人 他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截别人的图啊 然后我就看他老是 那个抓别人的那种图 有没有 别人剧组的图啊 然后放在自己 放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然后再写 但其实这些 你只要看了几个他的朋友圈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掉 如果无法靠自己来分辨真假 选择一间正派经纪公司 也是成功进军大陆的首要条件 因为掌握人脉 了解各种潜规则 把这些妹妹嘎嘎交给经纪人应付 艺人在大陆发展 才能更加如鱼得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朝演艺圈目标迈进 有很多种方式 有人是从别的工作领域转型 还有人从练习生做起 练习生所受的一切训练 都是为了有朝一日 可以正式出道来做准备 韩国娱乐圈的练习生制度很发达 周子瑜从练习生出发 到实境节目的淘汰制度 一直熬到正式的组团出道 荧光幕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有多少人知道呢 广告回来 我们找到一位也曾经在韩国 当过练习生的艺人 分享当时的干苦谈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韩国流行文化K-POP风潮席卷全球 在过去十年之间 韩国不断向外输出流行文化 特别是推出女子或者男子团体 几乎每一年都有好几十个团体出道 韩国大型的娱乐经济公司 也几乎已经有一套培养明星的方程式 从一开始的就是从练习生开始培养 十来岁的年轻男孩或者女孩 经过了大型的海选脱颖而出 短则两到三年 长则七到八年 人人都想争取出道的机会 但是这段辛苦的练习过程 却不为人所到 热线追踪团队实际访问到艺人新雅 他也曾经在韩国当过练习生 独家揭秘他在韩国的半年生活 单曲MV中大方性吻扭腰百臀 再加上水汪汪的大眼睛 不停碎着镜头放电 他是16岁的台湾女生周子瑜 周子瑜在MV当中独舞30秒钟 看得出他的高人气 小小年纪 支撑从台湾到韩国追逐明星梦 子瑜过关斩将 总算成功出道 然而外表看似光鲜亮丽 各种辛苦如人饮水 因为那时候他们妈妈是 带他来舞蹈教室 在台南的一间舞蹈教室 然后他要看说 他想要上什么样的课程 刚好那个时间点是我在教课 然后妈妈看到就觉得 这场课不错 然后妈妈跟女儿子瑜也喜欢 所以就从那时候就开始 三年前在台湾教周子瑜 跳街舞的老师 洗小瓜 回忆当时子瑜的表现 确实舞技杰出 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爸妈也全力支持 他其实选的 他就是会看整个外表 跟他未来的发展潜力 但因为选到的 其实你还要经过家长同意 那如果家长同意你才可以去 这几年韩国娱乐公司 集中火力进军全球市场 包括SM JYP等公司 积极培养男子或女子团体 打造偶像明星 就是要吸引热情粉丝追星 几年下来 韩国演艺圈也早已形成一套明星的养成方程式 韩国大型娱乐公司不定期举办海选 在海内外招募大批 怀抱明星梦的年轻人报名参赛 经过层层淘汰关卡 还会选出合格人选进入练习生阶段 接下来他们会全数集中在韩国受训 顺利的话平均两到三年 就有机会输到 但也有人培训了七到八年 还是迟迟没有办法组成团体 而且他们都是会有进阶班的方式 一直去往上阵阵的 而且包含就是每个阶段 你如果是不适合的 你就一定会立刻被淘汰 因为其实他们要的 坦白讲就像我们或任何国家的经济工 他们要的绝对不是你的外形最完美 而是你愿意付出的心 是百分之百的 或者是你愿意努力 你愿意上进 那一定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年纪小的练习生可塑性相对比较高 一般来说从11岁到19岁都有 这些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为了一元明星梦 必须付出外界难以想象的辛苦代价 即便像是TWICE已经成功出道 上通告以外的时间 就是每天关在舞蹈教室里练舞 一天跳七到八个小时也不足为奇 经常同一首歌还要反复练习 并且编排不同的舞步 保持新鲜感 同时培养团队默契 因为竞争多能够出道已经很幸运 还有机会走红的团体则是少数 所以经济公司安排的工作量也很惊人 一天睡不到几小时是家常便饭 跟周子瑜一样 今年都是16岁的台湾女孩辛亚 半年前也曾经远赴韩国当练习生 就是对着别人然后放电 就是然后而且就是可能也是女生 就是女生然后就两个在这边 放电就觉得很奇怪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打从练习生阶段 他们就在经济公司安排下 开始上培训课程 内容包罗万象 有练习肢体协调的舞蹈课 培养团队默契的唱歌练习 甚至是开发他们的演戏潜能 几乎是全方位训练 每天就是早上七点起床 然后到八点开始上课 然后就是到中午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 然后再到晚上 然后晚餐时间 然后一直到九点下课 练习生吃住都在公司 私下活动由经纪人完全管理 几乎没有自由 公司也会不定期举办筛选活动 不合则随时淘汰 这是周子瑜正式出道之前的最后一关 他得在选秀节目上向观众拉票 争取好感支持度 同时登上残酷舞台 一对一PK跳舞歌唱才艺 这些女孩过关斩将脱颖而出 一步步睡变成全能女艺人 想到韩国演艺圈有立足之地 外形 身材都很重要 以160公分的女生来说 经纪公司会规定 体重必须控制在40公斤之内 严格管控饮食 那你会控制体重 然后可能就是 饭它会就是给你半碗 或者是比半碗还要少 然后菜只有一点点 然后就是让你吃起来 就可能是7分吧 同时韩国经纪公司 多半严格规范 一人一言一息 说一就没有二 这跟台湾的演艺圈环境 不太一样 大家好 在台湾的朋友们 希望等一下的舞台 好好的期待 然后会好好的表现 希望多多支持太史 多多支持 Thank you 谢谢大家 刻意让子余在综艺节目上 用中文问候粉丝 听起来超贴心 经纪公司的长远目标 其实也是在 经营庞大的华人市场 为什么他要选子余 就是因为这个公司 想要打中国市场 亚洲市场 所以他选了台湾人 就是因为他知道 未来的市场 而不是只是短暂的市场 资深经纪人也坦言 像韩国这类型的 大型娱乐公司 投入大量时间 和金钱培训艺人 自然要求回报 最具体的 就是签下长期合约 一旦签下合约 等于把演艺生涯 交给公司管理 TES团员也在节目上 刺激爆料 公司在合约上 明文规定 尽爱力 合约白纸黑字 最怕的 却是那种 不能说的秘密 让明星 物资色变的 娱乐圈潜规则 过去十年之间 韩国演艺圈新闻 速度跟社会新闻 牵扯在一起 2009年张子言 受不了经济公司 不断强迫他 赔酒赔睡 而且还会暴力想想 因而上吊自杀 亲身的韩国女演员 张子言 当年仅26岁 他过世之后 生前私人信件 被电视台公开 引发轩然大波 控诉自己被强迫 向演艺圈 金融业 媒体圈人士 提供上百次 性服务 相当悲惨 扭曲黑暗的 演艺圈文化 韩国当局 总算也有所觉察 2013年 韩国国会 正式通过 禁漏条款 以及青少年 保护法修正案 明文规定 未成年的女艺人 不能公然穿热裤 开腿跳舞 或者跳泰山琴的任务 否则依照程度 轻重开发 1400到4400元台币 国情不同 也多少影响 年轻一代 踏入演艺圈的想法 规划 相较于韩国 这几年多半打团体战 台湾还是培养 独立艺人为主 从武道老师 转型成艺人的西小瓜 同样感触很深 韩国演艺圈 它是 虽然是打团体 但它这个人单飞 它是为长期计划 是 我现在这个团体 有九个人 但是我九个人 都可以个人单飞 或九个人 我至少三个人 可以组一个团体 可是台湾就 没有办法 你现在有网络了 你有红了 网络红人 网络什么什么 你就可以立刻的 被推上 演艺圈这个平台 像是新雅 这样的学生艺人 现阶段独促自己 必须先完成高中学业 先以清新写真书出道 每一场通告 再请专门的 书画老师整理造型 从彩妆到头发 不能马虎 力求完美形象 男儿想圆心梦的同时 也得默默承受 比一般人更大的 舆论压力 觉得怎么 为什么你这样 还可以当艺人 这类的 对啊 应该对你来说 会打击很大的 其实蛮大 因为我觉得 就是在我们这种 就是连凌晨 都会很在意别人 就是很在意别人眼光 然后很在意别人 对你说什么 另一方面 台湾也比较少男子团体 多半走创作歌手路线 经纪公司提供培训课程 让他们练习写歌 自创歌曲 今年十五岁的张永鑫 就读装进高职一年级 当初也是参加选拔比赛 脱影而出 其实从小我是一个 害羞内向的人 然后借由这个管道 就是训练自己的胆量 就是上台的机会比较多 原本只是因为好玩 跟着同学一起报名参赛 还真的却凭重选 签下经纪公司合约 正式出道 我们后来在 签新人或干嘛的时候 我们对于一个新人的要求 一定事先观察 他必须要是 坦白讲两个字认命 你认命的情况下 公司会给你更多的 support你的资源 或者更多的去栽培你 甚至会帮你做未来的规划 甚至会帮你出书 或者是我们自己掏药包 都没关系 能不能走红 经纪公司对于旗下艺人的规划 是关键 艺人能不能自律 维持完美形象也很重要 你问的任何的东西 一定都是要先事先过来 然后艺人回答的答案 各方面都是对过的 而且不会多答 也不会给你多问任何一题 多出来的问题 对 相对的就像有任何多出来的东西 只要是不符合他们公司的要求 或者是他们觉得不OK 他们会当下立刻断 立刻走人 韩国当红偶像艺人 走红圈亚洲 甚至红到欧美 艺人串的练习 几乎是军事化训练 才能打造全方位能力 只是背后的付出和辛苦 必须有强大的信念 才能支持到最后 想要议员明星梦 背后需要经过多少年的练习 在历练当中太弱流强 尽管如此 演艺圈的光环 还是吸引着无数年轻人 就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成为舞台上的那颗星 尽管全台湾成功打入K-POP圈的 变成力捧偶像的 目前就只出了一个周子瑜 但是有这一颗北极星的指引 还是让许多怀抱新梦的年轻人 朝这个目标迈进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所谓外行的看热闹 内行的看门道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观众的视野 转到荧光幕的另外一边 了解这些娱乐圈的大事件 可能有表面上看不到的意涵 内如经纪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是最佳战友互相拉抬 也可能撕破脸 对簿公堂 彼此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但这一层关系 往往牵扯到太多资株 比较的权益 这些环节 平常不会被端到台面上来说 但万一被端上来了 也有可能它只是选择性的揭露 让观众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各说各话 扑朔迷离 而周子瑜的话题 在总统大选前后吵了好几天 一度让外界认为 他的演艺事业就要毁于一旦 后来呢 他所属的twice 在韩国的音乐大奖继续风光 周子瑜也在委屈道歉之后 像是浴火重生 更加的发光发热 发烧话题绝根究底 我是王李宗燕 热线追踪 我们下周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燕